在最近北京驱赶外来人口的争议中 低端人口是一个最让人急鼓发凉的一个说法 尽管官媒和北京市政府争辩 这并非官方的说辞 但是几天来社交媒体流传出的 北京区域级政府部门的报告和文件中 这个说法却多次出现 其实低端人口也好 中性一些的多余人口 流动人口也好 不管当局采用什么称呼 都难以抹杀几十万人 在严寒中无家可归 或者黯然离去的悲凉 那么中国的低端人口都是谁 当一个政府将自己的人民 分为三六九等 个人的尊严和价值 还有存在的空间吗 在未来几十年 低端的群体对于权力尊严和机会的追求 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和谐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低端人口这个说法 之所以让人感到很寒心 就是他把人是分了等级 那我想听听秦美片您的意见 就是在中国的当局看来 什么算是低端人口 什么算是高端人口 这个界线是怎么划分的 好 大家好 低端人口说实话 这个说法听起来 大家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因为很赤裸裸的 把我们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什么样 然后我觉得所有的观众 包括我们社会公众听起来 真的是很难以接受 但是实际上在社会学里面分起来 比如说社会都是有 说起来人人平等 包括西方社会 但是确实是有不同的阶层 比如说有政治精英 经济精英 所谓的上流社会 也有中产阶级 然后有社会底层 然后在西方可能叫低输入阶层 或者说弱势群体也有 对不对 在中国其实 它标榜的说是什么工人农民 什么专政的什么样 这样子一个国家 说人民是社会的主人 实际上我们知道 整个中国除了一些 大概我们分析 大概5%左右的 所谓的权贵精英 还有经济精英之外 大概还有10%左右的一个中产阶层 非常少 剩下其实85%都是普通的社会大众 社会底层 或者叫底层草根 然后我们现在这次 映入公众眼帘的 这个北京驱逐了几十万的 这个所谓的就是外来务工人员 官司以低端人口的名义 我认为其实并不是 中国的这个低输入阶层 比较惨的一部分 真正的低端人口 我们当然是个打引号的低端人口 公众是看不到的 完全都是看不到 就像去年发生的这个 杨改兰事件 中国可能大概有20%左右 大概22.8%左右 这个按联合国那个贫困线标准 其实非常次比的 每天可能消费都在2美元以下了 那这些真正的 完全公众看不到 映入不到大家眼里 在媒体上也看不到 报道的这些人 才是真正的 我觉得如果打引号的低端人口 是这样的状况 那现在在城市务工的 大概有百分之 可能40%左右的人口比例 大概有五六亿这样子 可能是因为整个工业化的发展 城市化的进程 从农村释放出来 劳动力到城市里去打工 然后这些人 基本上奉献了他们的青春血汗 然后输入也比较低 做做最苦的活 然后最没有保障 那在城市里又没有户口 又没有住房 就自己的住房 那这样子的话 当局可能会觉得 他们是一个不稳定 因为需要你发展经济的时候 你可以是还给你比较好的 说什么新市民什么样 然后现在不需要你们的时候 经济发展 因为没办法控你们就业机会的时候 可能要把你一脚踢开 就是他们所谓的低端人口 好 谢谢 待会儿我们再来谈一谈 这个低端人口受到的待遇 听听胡新斗教授您的看法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说低端人口 说到低端 刚才秦先生说了一点 那么您觉得是从教育的 教育还是收入水平 还是说社会关系 有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网 等等来评价 中国到底这个阶层是怎么划分的 听听您的看法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好 这次火灾过后 地方政府是极为重视的 也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可以说把这些低端 所谓的低端人口赶走 可以减轻人口的压力 也可以减少这个火灾的事故 清理一些违章的建筑 从这个角度来说 政府的用意可以说 并非不好 但是效果的确是不好 北京是首善之躯 但是却采取断水断电 限期搬离 甚至有的地方都毁坏财务 等这样的一些做法 的确是缺乏一种人文关怀 而且违背了法治的精神 至于说这个低端人口 将人口分为369等 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什么自由平等等等 也是严重相违背的 而且低端人口本身就是 对这些人群的侮辱 低端人口应当指的是 某些从事低端产业的人 如果受了高等教育 但是像某个北大的学生 曾经报道过北大的学生 去卖猪肉 我估计也属于低端人口了 可能也会被清理 北京它有它的定位 它是政治中心 文化中心 国际交往的中心 但不是经济中心 所以它要逐渐的淘汰 或者迁移出去一些 低端的产业 这个是有它的合理性的 而且北京的水资源 匮乏人口过多 交通拥挤 但是你即使目标是合理的 你控制人口 你应当采取一个合理的 合法的人道的方式和手段 采取市场调节的办法 来解决问题 好的 我想这件事情 在西方的媒体 得到相当多的报道 那么大家最强调的 我想我注意到 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说中国有这么一个 非常广大的群体 就是刚才您提到 这些从事所谓低端产业的人 他们在为社会 做出重大的贡献的同时 但是没有享受 这个重要的公民的权利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是很多 外国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 那么吴强先生 您用了一个新流民阶层的这个说法 来描述这个群体 请您跟我们介绍 你觉得这个所谓新流民阶层 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政治和未来 有非常大的影响 这个群体 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 对 我其实就很同意 刚才秦伟平和胡新斗的评论 就是他们并不是所谓低端人口 低端人口的这个概念本身 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一个 政治伦理的一个体现 而且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 对人民的一个分类的方法 以及一个非常可耻的一个 语言的一个应用 我今天夏天对类似的城中村 建筑工人 还有这种流动人口 做了一个全国性的调查 从理论上 从经验上 从实际的田野调查 研究结果上 我发现实际上 过去二十几年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所形成的这么叫庞大的 以两到三亿农民工为主体的 城市的这部分人群 其实应该用新流民阶级 来定义和概括他们 而且这个新流民阶级的存在 实际上规模是越来越大 正在影响到其他的产业阶级 其他的产业 其他的阶级 影响到甚至现在中产阶级 那么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点呢 但是他们是一种 非正式就业的一种方式 他们没有稳定的 长期的雇佣的合同 也没有固定的 稳定的社会保险 医疗保险 也没有稳定的住所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 出于一个工作和生活 都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只能就像我们看到的 大兴的很多人 以群租房的方式 在那边趋救的生活 因为生活状态 其实确实不太好的一种状态 但是他们的收入 本身并不低 从事的也是服务业 加工业 很难说是一个低端 或者高端的一个产业 它实际上是 这个城市最有活力的 一个部分 从事的大多数都是 小型经济 微型经济 很多淘宝店主 很多马龙 实际上也在这个行业 也在这群体当中 但是不稳定就业 非正式就业 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 他们有一种很强的 社会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 是他们自身的 尤其现在当局 带来了很大的不安全感 好的 说到这个不安全感 我觉得这个是说到点子上 就是说这些人群 他们没有权力保障 没有基本的福利保障 那么这些人的心理状态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我很好奇 尤其是在 比如说得到当局 这样的粗暴对待的情况下 他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听听请委员您的看法 我们知道在中国 这个复杂的社会变客之中 像这些 刚才吴强先生提到 这个新流民阶层也好 还是其实我们公众经常讲的 这种社会底层草根也好 大家对这个社会 其实我觉得这种麻木感 是比较强 大家一方面对社会的 比如说各种不公平的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 这种不公平的事件 视而不见 包括是中产阶级在内 包括说这些社会底层草根 都是比较麻木的 说实话 大家只为了自己的生存 只要没涉及到自己的 对 只要没涉及到自己 他不会去关注 他过多的关注 但是每天的生活是很现实的 每天要付那么多房租 水电 教育 医疗 这种生活压力非常大 他们之所以要到北京 上海 比如说各种大宗城市去谋生 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 原籍所在地 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 发展机会 更看不到前途未来 说明他们来到 比如说大城市去打拼也好 去去某一个生存也好 非常艰辛 我接触过这样很多这样的 非常艰辛 那现在一方面 在这么多年付出之后 只是赚到一些 看得到了好像说 这金钱的输入 但实际上比如说 社会地位 然后各种保障 更不用说什么养老保障 什么完全都没有 大家其实心里 就像刚才提到 非常没有安全感 那这次突然的 政府说出台这个措施 让他们断水断链 限期去搬离 他们其实没有选择权 然后就好像 既然你们政府 要说的要赶我们 我们又没办法去反抗你们 那我们就走好了 就是很悲哀的这样子 甚至估计很多人 因为大量的人 突然在一个时间 离开一个城市的话 像那个机票 车票估计都没有 火车票 汽车票都没有 所以很多人会看到这种 在零下五度的时候 住在那个街上 睡在街上 非常之惨 这种心理状态 我觉得他们充满了无奈 可能还有没办法 表达出来的这种愤怒 我认为这种情绪 未来会怎么样酝酿 我们就不清楚 目前来说 是很值得去关注 这样子 对 我想就是说 胡信斗先生 我们知道 刚才我们提到 就是这些流民阶层 刚才胡信斗先生提到 他有这个城市人的环境 也有城市人的眼界 从各种程度上 但是没有城市人的权利 我想这种内在的矛盾 会如何影响 这些人的心理 这个群体的心理 那么很多人觉得 随着这个所谓流民群体 日益扩大 他们会不会对 中国社会的未来 稳定形成一个 重大的挑战 想听听您的看法 肯定会影响 未来中国的发展 因为这样的一些 所谓低端产业的人口吧 他们实际上 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 所以我刚才 就想起来 这么一个名词 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群 他们不仅仅是 弱势群体 他们既无法融入到城市 也没有办法回到农村 因为农村 它可能没有了土地 子女也不习惯于农村的生活 农村可能也没有活干 因此他们成为加薪城 他们既不是市民 也不是农村人 实际上就是被社会 所抛弃的人 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为社会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道理说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应当感谢他们 但是现在反而要把他们逼走 他们做了城市最辛苦 最肮脏的工作 但是没有任何公民权利 让我想到几十年前 毛泽东时代用强制的手段 让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 把他们赶到农村去 实际上两者的本质上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强制的手段 侵犯了公民的权利 或者说为了社会的稳定 而牺牲了某些公民的权利 上山下乡的 当时也是为了社会的稳定 将文革中的红卫兵 失业的人群赶到农村去 这样来维护城市的稳定 现在也是将城市的这些流民 刚才那个吴强先生所说的 新流民赶回到农村 流民当然在中国历史上 它是最不稳定的一个 社会动乱的因素 所以现在为什么 为了北京的安全 也要把这些流民给赶走 但是这样一个做法 它是不符合一个 现代文明的标准的 那有点像这种 百朝鲜的平党 平党成为一种特权的城市 设立种种关卡 不让外地人进入平党 我希望中国 它不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 也有的人说 中国是不是出现了 某种排华运动 印尼它出现了排华运动 暴力的对待中国人 那我们中国人自己 也出现排华运动吗 所以这是说不过去的 好 吴强先生 您刚才提到您在中国的 这个流民阶层中 做了很多这个田野调查 我想问一下您的 就是说那么中国 北京当局比如说 驱赶这些大批的 这个流民阶层 这个人群 是不是也是出于 刚才像胡锦斗先生说 他们可能是一个 未来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那么所以当局出于 对于他们这个 社会能量的这个恐惧 而干脆把这些人赶走 但是光是把他们赶走 是不是解决问题 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就是说他们能有多大的 这个社会能量 我其实不太同意 刚才胡锦斗先生的评论 他们并不是一个 被抛弃的人群 他们也不是低端人口 也不是底层阶级 比如说这一次 这个驱逐 驱逐他们的行动发生之后 我们看到 北京的公民社会 就被动员起来 在努力的在救援他们 他们并没有被抛弃 他们上被抛弃 没有任何抛弃 但是这个新流民阶级 他们是生活在一种 社会隔离状态当中 这种隔离状态 实际上不同的群体 它跟社会隔离的程度 是不同的 国际上有一个通常的 一个邓肯隔离系数来衡量 我调查的结果是 像其中的建筑工人群体 他们的隔离系数 可能最高接近于一 在大兴的这些工人 他们的隔离系数 会稍低一些 换句话说 他们不像建筑工人那样 完全住在公盆里头 跟当地社会没有接触 在这部分当中 还有一些像小业主 他们是 包括服务业的人员 他们跟社会的 接触的程度是很高的 他们隔离系数 相对较低的 但是这部分人 他们实际上 在向越来越多的 中产阶级 像其他阶级扩展 比如说我们通常看到的 宅男 中国大陆最近出现了 很多马龙 以其他的很多 自我雇佣者 自我命名叫做宅男 他们也是一种社会隔离 程度比较高的一个群体 那么这些现象 也就是说 这新农民阶级的扩大 对城市结构的影响 特别是对城市阶级结构影响 可能会形成一种阶级的联盟 这种阶级联盟 对现有的政权结构来说 它是一个挑战性的 因为它改变了原有的 所谓工人 农民等等的 这些阶级旧的阶级结构 旧的阶级的概念 而形成一个新的阶级 而这种新的阶级 现有的中国的政治节构 所无法容忍 甚至无法认识到的 这才是他们真正的 一个政治的挑战性 好的 听听您的看法 请委员在这方面 我个人认为 在这清理所谓的地段人口 实际上是对于 这个社会普通大众的 一种能量的巨大的恐惧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整个社会的环境 跟前十年或者前二十年 不太一样 整个经济已经不是处于 继续高速发展的 这种态势之中 现在我们虽然看到 GDP的增长 可能还有高到6.5%这样子 其实它已经是一个 强弩之木 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状况 但是我相信那些 北京当局一定非常清楚 他们实际状况 他们现在如果不继续 用那种印钞票 投资的 加大投资的方法 整个经济可能直接就垮掉 所以他们非常担心 如果说经济硬着陆之后 出现什么状况 如果说这个 加起来可能是几亿 北京可能是几百万 整个全国加起来 可能几亿的这种流民也好 或者说社会底层 炒根也好 他们在城市里 既没有稳定的工作 又没有稳定的住房 用他们的话词 就是无产者 说好定点无产者 其实就是所谓的 低端人口 那这样子的话 一旦大家失业的时候 就不是说 人文关怀 那么简单 人权的事情 可能面临着 可能就是没有饭吃了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人如果说 又见过世面 然后长期生活在城市 虽然他没有想到 城市的福利 但是就像说 他有自己的眼界 然后有一定的组织能力 有自己的社会关系 特别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因为工作或者生活的原因 可能已经是 每个人都有 比如十个二十个 亲朋好友 这种小集体 小团体一样的 如果一旦爆发这种 经济危机 经济萧条 那这些人 居住在城市租边的话 或者就在城市里面的话 非常容易形成这种社会危机 甚至引发这种政治危机 我相信这种能量 按这个数量级来说 可能超过几亿人 这个数量级来说 非常非常危害 我在我今天出了一本书 《中国危机大套王》里面 讲到说 最大的危害是 这些流民阶层 最大的危害不是说 共产党可能会杀多少人 是因为这些流民阶层 如果一旦爆发危机之后 它可能情绪失控之后 可能会杀上 就是说死伤上千万人 然后中国政府 我相信它可能也看到 这种愿景 或者说这种恐惧的前景 它没办法 必须再采取 在那个经济全面倒下之前 把这些人 所谓的危险系数高的人 先搬离这种大城市 它首先要保这种 所谓的大中城市安全 不光是说经济安全 其实是政治安全 所以我们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接下来的半年之内 可能全国的各个城市 都在效仿 这其实只是刚刚开始 对 谢谢 说到这个效仿 我们其实现在已经听到 国内的消息 上海深圳等地 现在已经开始 也出现相类似的这种公告 要求人流民离开 在我请胡信斗先生 发表评论之前 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 这个评论 一位叫Cary Bean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感觉十九大之后 政府的所作所为 近乎于癫狂 不像胡温时代 虽然有时也为非作歹 但至少不会得罪 一整个社会群体 他说这个听了很多评论说 习大帝任人为亲 满朝文武 没有治国的理念 也没有真才实学 大小官员 尽是苦心迎合上意 但没有一个思考 如何安邦会民 不知道各位来宾 对此有何见解 他说如果这样的癫狂 继续下去 十年二十年以后 把整个社会群体都得罪了 社会变革是否会不期而至 这些问题都 待会请大家评论一下 还有一位叫 竹林七贤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无产阶级的专政国家 居然要驱赶 所谓的低端人口 岂不是忘了初心 还有一位 自称是吕东斌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 中共消灭贫穷 驱赶低端人口 和全面决胜 建成小康社会 自相矛盾 如春不对马嘴 他说天津 火灾之后 是不是也会出现 雷同局面 刚才我们都预测 在中国的其他大城市 很可能会跟进 北京的做法 那么我想请 胡信纽先生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其实在中国的民间 草根社会 因为中国这个社会 它这个社会分配的 有一种不公正性 也没有这个缺乏规则 那么中国社会 这个普遍的 比如说仇官仇富的这种心态 其实过去几十年 一直在发展发酵 那么你觉得 像现在这种社会紧张情绪 会不会进一步的推高 把这个仇官仇富的心态 达到一个造成社会 真正不稳定的一个阶段 或者一个状态 听听您的看法 至少政府应当在仇富仇官方面 在解决这个仇富仇官方面 要有所作为 像北京市处理就不太好 在寒风中 让这么多人被警惕箱 或者是在寒风中度过每一个夜晚 这样的做法 的确会引起底层的一些弱势群体 他们的一些愤慨 而且在中国 在一些地方 这个官员 药物扬威 欺压百姓 这个的确反映了 中国这种权力缺乏制约 这样的一种状况 必然也导致一些 这个投官的现象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的确是不能乱 就像刚才佐藤说的 如果这个一乱 中国不知道有多少贪官污吏 它这个人头落地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 是如何走出2000年以来的 这个自乱循环和王朝循环 就像毛泽东所说的 这个自由民主 才能走出这个 新王的周期率吧 从这一次北京的这个事件 我想呢 有关方面应当吸取经验教训 也就是说 政府的任何行为 都必须合法 而不能够无视法治 而自行其事 法治呢 要政府在法务授权的情况下 那是它是绝对不可为的 外来人口它也都是公民 他们应受到建法和法律的保护 而且当法律如果不能够保护 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的权益的时候 任何高端的人口 所谓的高端人口 他的正常的权力 迟早也会被践踏 所以呢 我希望各级官员 他能够牢记 法律至上 宪法至上 要牢记 社会主义的本质 就是社会利益至上 要把整个社会的利益 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而不是政府的眼前的利益 切实应当把人民的利益 放在心中最主要的位置 好的 吴强先生 因为刚才有一位听众提到 这个习近平治下 最近几年一段时间 他觉得越来越 这个政策越来越癫狂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 清理北京 在19大之后 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举措 是一个失败之举 那么您自己的看法 觉得这个跟北京的 这个市委书记蔡奇 有很大的关系 你觉得这个是习近平 一些新任官员 互相比政绩表忠心 互相比拼的一个结果 我想听听您把这个观点 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倒不太赞成 这种观点 我知道中国在北京 有很多朋友 都是持类似的观点 认为这是一个地方官员 主政北京以后 他自然的会把地方上的 一些大刀破斧的作风 也带到北京 但是不是到北京 那个地方 水很深 然后触动各方利益 对公民社会的打压 几年也实际上 仍然是公民社会的 这个野火 仍然在蔓延 随时可能会发出声音 来发出一个抗议 这个是地方官员 所很难想象的 一个北京的 一种政治的局面 如果另外一方面 他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 这种代理是一个 城市纯净化运动的代理 而这种城市纯净化 我们发现 从1949年以来实际上是进行过很多次 直到一开始 49年 共产党进北京以后 进到各个大城市以后 开始就三反五反的运动 对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清理打击 然后到了 这种运动实际上持续了 持续了十年 甚至更久 包括到知识分子当中 进行所谓的反右的运动 到了文革 我们就看到 红卫兵在利用之后 也被上山下乡 被驱赶 也是一个城市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进化运动 而这城市进化运动 到1983年的 严打 我们看到 以这种形式打击的方式 更为恐怖 北京当时就是把这些 所谓的低端人口 以严打的方式 进行驱逐和控制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波 仍然是一种 继续的一种 城市进化运动 而这城市进化运动 实际上在过去五年 已经开始 我们先看到是 一个互联网的进网运动 然后我们看到文艺界 还有其他方面 有很多反三属的运动 反对道德低俗的这种清理 在文艺界 在互联网 在各个方面都展开 然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对人口清理只是 在19大之后 19大提出来的 一个所谓美好生活的 一个蓝图的框架下 所对应的一个 不美好生活 所谓丑陋的 安全隐患很多的 一个城中村的 在景观政治上 有严重问题的 一个人群的 一个城市进化的清理 这个是中国共产党 1949年以来 不断在做的 城市进化的一个继续 好的 接下来我在念几位 观众网友的评论 一位叫特朗普 大战川普的一位网友 他说 他说中国这个低端人口 不会造反 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行 他说这就是 中共统治的基础 一位叫张池的观众朋友 他说 我刚才买鸡吃的时候 有个卖卤菜的 这个人跟他说 说北京牢躁以前就开始赶人了 他兄弟一家几口开车的都被赶走了 那么他本人也要走了 还有一位叫陈瑞的观众朋友 他说 其实不光是北京在驱赶低端人口 上海也在今年封了很多的中小个体户 他说中国驱赶低端人口 其实就是全国性的 有计划 有预谋的行动 还有一位叫西元的观众朋友 他说今天驱离低端人口 明天就是中端人口 今天中共的做法比纳粹而有 过之而无不及 今天的中共超过 胜过当年 好我想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学者把这次中国这个驱逐 这个所谓低端人口的做法 比喻为这个所谓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 就是说大家都只要结果 不问手段 而且根本就不尊重人权 只要能够达到自己政府的这个结果 那么任何人都可能成为牺牲品 刚才这位西元观众朋友 他也提到就是 人人 大家都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 而践踏规则 践踏他人 那么中国社会 现在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一个现状 我想听听 秦北批刑您的看法是什么 的确 在中国现在 当局在倡导什么 依法治国 法治社会 实际上他所作所为 完全就是与他所倡导的 是必道而驰 我们现在关注这个北京 好像清理低端人口 大家从那个社会质地的角度 从那个人文关怀的角度 从各方面去 去人权的角度 去关怀这个事情 实际上 这就是一个丛林社会 反映出整个北京当局的 一个强烈的不安全感 然后就我们观众也反映很多信息 比如说北京 北京现在可能正是比较强烈的在做 其实之前也在做 可能就是小规模比较温和 特别是上海 上海他可以通过把那个房租 可以调得比较高 对不对 然后让外来物控人员觉得说 我没办法支付这个房租 我可能没办法就自动离开 那这是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急 我觉得可以体现出来说 整个北京当局 他对这个形势的研判 他会觉得说越来越危急 他必须得快点采取这个手段 很多人很少注意到 其实这个时间节点 现在是12月1号了 就是离中国传统的春节 都可能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然后一般来说中国的春运 就是春节的话 大家都会回乡过年 都有这样的传统 为什么不等 给两个月左右的宽限时间 让大家慢慢的自然的回流 对不对 而是这么急切的采取这个暴力的手段 难道蔡奇他很懂宣传 他不知道这个会引起舆论的大波吗 当然知道 我认为他肯定知道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 说明当局他们自己对形势的判断 他们认为说整个危机 可能很快就要爆发 然后他们必须得提前采取措施 而不能等大家 就好像我打个比方说 中国老百姓 普通老百姓如果失业了 他手上的积蓄 可能能维持个半年 或者一年左右的生活 对不对 他那个生活成本能开支 如果说突然失业了 后面就非常麻烦 无以为继 然后当局比如说北京拆取药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觉得一个倒推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他们可能会判断 从半年到一年后 这个整个危机就要爆发了 或者说他们会主动去 刺破这个泡沫 然后可能经济直接就下滑了 然后这些人就没有工作了 与其说大家都没有饭子 没有就业几百万人 没有就业机会的时候 制造可能社会危机的时候 还不如说 趁现在大家兜里还有点钱 还有几万块钱 然后可以让你买回家的车票 自己付自己的钱 用一个强烈的方式 推动你走 有个人说得很好 老板只要有口饭吃 不会造反 现在还有口饭吃 他叫你走 大家就走了 也没有什么激烈的抗议活动 或者是造反的活动 但是一旦说 大家几百万人都没有工作 兜里又没有钱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开枪打都走不了 又没办法走 走路 你坐车是要钱的 吃饭要钱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 我们公众更关注的地方 就是说当局可能会觉得 形势非常严峻 然后可能就半年到一年左右 这个时间 就是我分析的 一直没有办法讲出来说 这个危机什么时候爆发 这个时间节点 非常有可能 按当局的这个判断 就在半年到一年后 所以对于 不光说低端人口 大家关注的觉得 我是高端人口 我有北京户口 错 所谓的低端人口 其实在当局眼里 或者说利益 可能会输伤害的 根本就远远不止 这些低端人口 只是低端人口 他们眼中的低端人口 对他们整个社会的破坏力 对政权的冲击力很大 其实现在我们这些 可能占10%左右 这个中产阶级 说实话 一旦危机爆破 这些人其实最惨的 可能就是 钱都会 有点 很多人 房子投资 对 都没有了 然后他们就是 打回原形我们叫 就是从一个所谓的光纤 努力维护的一个 比较体面的 有车有房的生活 一下子到低端人口 到这个社会底层了 这是未来一年 可能两年会发生的状况 所以大家不要像 看热闹一样 只是说从人文关怀这样 这个完全就是 整个形势变了 当局看到了 老百姓没有看到 他只是在那个 从事治理的角度 去给他提建议 我觉得是完全 不是真正的一个原因 就是不是到点子上 对 我觉得是很恐怖 这部分的时间不多 我想听听胡新斗先生 和吴强先生 那个分别对 秦伟平先生 刚才表达了这个危机感 有什么看法 美人请简短一些 胡新斗先生您的看法 的确 现在这个中国社会 比较流行 实际上是某种社会大文主义 或者我把它叫 马基亚威尼主义 只要目的正确 就可以不择手段 所以为了社会的发展 好像就可以牺牲 大部分的弱势群体的权益 但是呢 经常想一想社会发展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还是为了民众 为了民众有尊严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 然后就可以不顾 其他人的这个死活 而且呢 我认为对待这个弱势群体 它的生存状况 实际上是一个 国家文明的体现 比如说 有人说美国 欧洲是穷人的天堂 他们这个穷人的那种标准 是中国的20来倍 上万美元以下都属于穷人 但是它对中产阶级呢 确实不利的 税收很多 所以我说呢 这个穷人的尊严 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的程度 在中国社会呢 我想不仅要重视效率 更要度重公平 因此呢 我在很多年之前呢 我就呼吁了 中国应当开展平等权力的运动 应当制定平等权力的法 要开展社会公正运动 这样这个逐渐的来解决 中国社会的问题 好的 吴强先生 最后请简短一些 我个人倒是没有发现 中国的内部的危机形势 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 需要现在采取这种预防性 甚至提前半年的方式 来进行处理 这种代价是巨大的 我个人倒是认为 实际上是最近 中国最高领导层 绝对主义膨胀 权力膨胀的一个结果 他们开始丧失 对基本局势的判断 他们以为在过去五年 他们的反腐运动 进网行动 对NGO 对公民社会 对知识分子的打压 已经完全成功了 奏效了 我们比如说看到 现在709案子 仍然没完 仍然在处理 然后也刚宣判了 台湾的李明哲 他们以为天下太平了 一切的反对的意义的声音 都被消除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才放手的敢于 在所谓城市治理方面 采取一个非常激进的做法 这是他们没有想到 国际社会的反弹 中国内部的反弹 北京公民社会的反弹 会这么的强烈 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一个问题 我都没得误判 不是基于危机形势的一个决定 而是基于他们很大程度上 个人权力膨胀 导致的一个误判的结果 好的 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间 我再练两位 今天的观众反应非常活跃 那么有一位叫李中本的 一位观众朋友 他一个评论 他说从驱逐低端人口的事件 可以看出 中共已经走到人民的对立面 这标志着中共既得利益集团 赤裸裸的新纳粹的立场 他说中共既没有人权观念 又缺乏现代管理知识 对于制造出来的社会各种矛盾 没有能力处理 所以只能恕足于暴力 还有一位叫Edwin Chen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呢 他说中国前十年 严格限制社会底层发展空间 现在社会底层没有任何存款 只剩下向下坠落的出路了 他说驱赶低端民众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加速社会混乱的来临 好的 有关低端人口 可能如何影响中国未来的变局 我们就谈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谈 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背后的秘密 到底在哪里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